要想兰花不生病有什么养护的技巧 其实要想我们自己养的兰花少生病不生病 在前一年的秋冬季节就要做好这个准备 比方说现在双降以后我们可以招手准备 那么按照这四步操作的话 做好以后你的兰花明年就会少得病少生病 怎么操作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将自己兰花进行一个分组 分为健康主和问题主 健康主就是叶片茂盛木绿 没有任何的病斑 没有任何的枯叶 然后今年的这个兰花也没出现过 辅苗烂根各种现象 凡是有一些问题的兰花 我们通通给它挥到问题主里面 然后健康主我们先不要动 我们把问题主兰花全部倒盆 资料处理掉不要用了 花盆进行消毒杀菌处理 有条件的话 这个花盆今年就不要用了 明年消杀以后 明年再使用 这个质尿全部清理干净 把这个兰花的根系上沾着质尿来 用清水给它冲干净 全部冲掉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凡是枯萎的叶甲 还有叶片 还有叶片上有明显 并斑的 根系上有明显的空烂的 全部给它修剪干净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 重新种植使用这个质尿的时候 我们用新的质尿 刚刚说了这个问题组的旧质尿 就不要使用了 全部用新的质尿 在种植的时候 从这个健康组里面 去选出一部分质尿来当培价土 这边七份 这边取三份 进行混合以后 再把这些蓝苗呢 进行种植 第四步 种植好以后 现在的季节嘛 我们不需要用很浓的杀菌药 比方说我们用广浦性的多菌磷吧 种植完以后 这个兰花呢 因为我们在修剪以后 不是有伤口吗 叶片上 我们种植完以后呢 再用多菌磷 给它喷一遍 然后呢 就按照常规的正常的兰花 养泊方式去养它 那么这样做呢 有几个特点呢 有几个好处呢 就是第一个 我们在封煮的时候 就已经把有问题的全部拿出来了 把这些问题 兰花的叶片枯叶 还有植尿 还有包括花盆 全部给它处理掉 避免了病菌潜藏在植尿中 潜藏在枯叶中 潜藏在花盆中 延续到明年 第二个呢 就是取用培价土来种植 因为健康的兰花 旺盛的兰花 它的植尿中 蓝菌含量肯定是很高的 我们就是利用这一点 来达到快速的 让这个问题组兰花的快速辅作 第三个就是说多菌灵呢 就是喷洒一下 防止一些漏网之余的病菌 把它们在入冬前呢 给它们消灭掉